北京时间9月21日消息,北京首钢南篮今天进行了一次公开训练,在双外援正式和球队会合之后,北京也迎来了完成的阵容,这也是双外援抵达北京之后第一次在训练中亮相。 谈到这两名新来的外援,北京队主教练亚尼斯表示,正如我们所知道的,在每个俱乐部中外援都十分重要,虽然我们的外援之前并没有打过CBA,但这对球队而言并不一定是坏事,我们两名外援的球伤都非常高,而且他们十分在乎球队的利益,在球技上面也非常厉害。 亚尼斯希望,汉米尔顿和杰克逊不仅能够融入球队的战术体系,还能融入北京的生活,在赛季开始之前,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融入球队,不仅要帮助他们了解球队,更希望他们还可以了解北京以及北京的文化,这些都会帮助他们在赛场上有更好的发挥。 这需要球队其他成员和教练组一同努力,每个人身上都肩负着重要的使命。 谈到新加入球队的刘晓宇,亚尼斯表示,晓宇在高水平的篮球比赛中已经证明了自己,我很荣幸在2013年活家队执教期间就认识了他,我觉得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场下,他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球员。 在球队中,他信奉球队至上的理念,有非常高的球伤,时尊有助于球队体系的建设。 亚尼斯在国家队期间就和刘晓宇有过合作,两个人之间并不陌生。 首先我想说此时此刻小雨的状态是百分百健康的,保持球队的健康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,我们会尽可能的去防伤防病。 我觉得去年小雨在上海的发挥很好,他的经验造就了更成熟的他,相信他自己对于防伤防病也有更好的心得,这是我们全队都会努力的方向。 我认为每一个球队都有自己的核心,我们的球队也是,我非常尊重每一个人的作用,我们会帮助他们找到身体的最佳状态。 目前北京队除了受伤在美治疗的翟小川之外,球队已经迎来了完整的阵容。 亚尼斯表示建立一支球队,说起来容易,但做起来难。 这一段时间以来,我们经历了几个阶段,一开始是队里有很多年轻球队的赛季备战旗,备战全运会,则是夏季训练的第二阶段。 这个时候加入了长林秋天,那腰现在则是一个新的阶段。 小雨和万元来到了球队,大家不要忘了,最后一块拼图是即将归队的小川。 我们整个过程都需要投入更多的耐心和决心。 家磊